你要製作像剛剛這樣的效果呢 那有一個前提 當然就是你要 有那個影片喔 比較常見的那個快速鍵 你要學會一下影片剪接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你剛剛把它打開的 你可以先到這邊 先按著這個原始的影片 你把它丟丟丟丟到下面這裡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合成 那這個合成呢 就跟我們的影片的長度一樣 好 像這樣子 好 你看完整的影片進來了 那麼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稍微把它分開一下 分開什麼呢 就是 一個是人走出來 對不對 跌倒的 一個是不是從後面 另外一個人又走出來 所以我先把這兩段影片先把它切開 因為切開之後我才可以重新處合 好 所以我在這邊 你先找找看 找找看 找找找 往右退退 好 我們希望讓它跌倒這裡 在這邊 它就定在這裡 所以我 這個之後 我要把它切斷 那怎麼切斷呢 當然你說我再丟一個影片進來 再把它切到這裡 雖然是可以 但是呢 我們有比較快的方法 在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學習重點的 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一個快速鍵 Ctrl Shift 加 D 平常如果你複製一份 我們是Ctrl 加 D 而已 那我現在要從中間時間軸的位置把它切斷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這個快速鍵拿到這裡來用 我們馬上來試看看 現在我要在這邊把它切斷 我就按住 Ctrl Shift 加 D 各位呢 你可以注意到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馬上就變成兩個圖層 而且從你的時間軸的位置就切斷了 這樣就會快很多 你就不用重新再去做對勤的動作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蠻重要的一個快速鍵 所以我現在呢 先把這個地方先把它切斷 Ctrl 加 D 那你看 後面就是獨立的一段 前面也是獨立的一段 當然 因為我們是數位的 所以 你要再做這個拖曳 重新改變都沒有關係 這個是第一個 你要學會的 你先把它影片先做一個整理 那當然如果你在這邊 比如說前面這一段沒有看到人 我就可以把它刪掉的話 可不可以 可以 這裡也可以裁切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 這裡 時間軸縮放等一下我們再看 你看 這裡有影片裁切 比較常用的快速鍵 就是用Alt加上左右的中刮號 Alt加上左右的中刮號 如果你加左邊 假設時間軸在這裡 他就會把起點 切到跟時間軸一樣 如果你用的是右邊的中刮號 他就會把影片的尾端 就終點 切到你時間軸的位置 以我們剛剛的需求來講 我們在這邊 你剛剛的需求來說 我帶這個在他人走出來之前 我覺得這一段 前面這一段呢 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不要 所以我就按住哪一個 Alt加上左邊的中刮號 這樣他前面就會裁切掉 好 所以我來試一下囉 左邊的 有沒有這樣就切掉了 好 所以呢 前面這一段就不見了 那後面這裡 你也可以看一下 好到這邊有沒有 就到這邊就沒有了 那現在呢 會了這個裁切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移動的快速鍵 也要認識一下 在哪裡 在這邊 就是只有左邊跟右邊的中刮號 剛剛我們是搭配Alt 是不是做裁切 現在搭配什麼 左右中刮號 就是移動我們的時間軸的位置 你可以來這邊看看 在這裡 你看我現在 因為前面剛剛切掉 所以是不是就空白了 那我要把它拉到前面 雖然你可以這樣丟過去 但是有時候這樣會不準 所以我時間軸先到這裡來之後 我就按一下 左邊的中刮號 這時候他會把起點 就自動對型到 時間軸這邊 你看我按一下左邊的中刮號 有沒有都自動過來了 所以你在A做影片剪接的使用的時候 這幾個快速鍵一定要會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裁切 對不對 Ctrl Alt加什麼 Ctrl Shift加D 就把它做裁切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Alt加左右的中刮號 做影片的起點或終點的剪裁 然後最後就是移動 就是只有單純的左右中刮號 所以呢 麻煩各位 你可以先把剛剛那個先切出來 好那一樣這邊我到這裡來之後 好到這邊 後面這個要過來 就 左邊的中刮號 他就會自己過來 那等到定格完了之後 我們再去找找 他什麼時間要出來 有沒有 這個時候他要出來了 走出來 就是他定在這邊的時候 就要等到他走出來 所以這一段我也不需要的話 我就把這一段就是那樣 殘切掉 Alt加左邊的中刮號 這一段你切掉了 那我就可以拿到前面這邊 好現在呢 請他移過來左邊的中刮號 所以麻煩各位呢 你先把這兩段先剪好 好不好 這個是第一個 你要學會的影片剪接 比較常見的快速鍵